哭完了以后 马上就几秒钟 马上震惊过来了 又马上继续 给他去做手法 做康复 我这个就准备晚上老公吃的晚餐 牛肉 还有面条 还有青菜 这个马屋里最贵的可能就是他 要不咋办呢 为了让他活着呀 这个菜是楼上的一个大嫂子给我拿来的 打到有病人间开始 我没脱过衣服睡过觉 我家灯都没关过 面对无数的困难 张娟选择了勇敢与坚强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将近一年 突然有一天 我就摟着他的那个头 我每回呢 我打翻之前呢 我就弄一点 往他嘴里抿一点 我抿一点 酸溜溜溜的那种 不是吧 我抿他嘴里 我说你吃不吃 突然间 嘶 就这样 他 归女 归女 晚上吗 归女 我耳朵有毛病了吗 我大哥 吃不吃 吃不吃 吃 哎呦我的妈呀 我这还都有视频 她拿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 我也哭得喜乐哗哒 我归女也哭她也哭 看她那个手 始终在摸着我的脸 心里边也是明闻了 你看好像感激我的那意思 你看出了吗 嗯 看 她也哭 流着眼泪 就唱 到了唱歌的点了 我给你唱歌好吗 好不好 好你就OK 高举 好嘞 你最喜欢邓里坚的客举 对不对 对着闭眼睛 哎好嘞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死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也许是某一个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她选择我那一下那 永远在我头脑里挥卷 换位思考 人当时选择你的时候 唐上那个军人 为了你 跟家里边甚至都闹得不可开交 选择你 完了反过来 现在轮到你 她躺到床上来 你选择她的时候 你放弃 那是人吗 只要我活着 我就不会放弃的 很多人都被张娟和朱战军的故事感动 当地一家影楼免费给他俩拍摄婚纱照 终于圆了他们当年没有举行婚礼的遗憾 祝福我的姐妹 慈见愿望 她有这么些好心人来支持我 更坚定我往下生活的勇气 我一定带她坚持到底